10岁的印译小女孩塔尼莎 她日前在YouTube平台发布了个人单曲 成功获得了大马纪录大权的认证 成为我国最年轻发布大米尔歌曲的人 这位小女孩也是个多才多艺的孩子 跳舞和瑜伽都难不倒她 对于音乐和艺术的热情都展现在她的兴趣上 来看详细报道 小女孩塔尼莎是在今年3月10号 在YouTube首播她的单曲 值得一提的是 录制这首歌的时候 也是她第一次进入录音室 塔尼莎的艺术热忱来自外博的薰陶 她从4岁开始学习唱歌 还希望长大后可以和偶像合作歌曲 获得大马纪录大权的认证 也让她雀跃晚分 另一方面 新山一名乌银女子努林·阿丽莎 透过TikTok平台 发布自己准备开档摆卖糕点的视频 引起了高度关注 原来视频中的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 与华裔顾客沟通完全没问题 她在受访时就指出 自己从小在华文教育为主的学校念书 用中文简单交流没有太大问题 她在疫情后经营小生意 也是为了存钱攻读专业文凭课程 镜头转向雪兰娥 元首后东顾阿兹扎 今天以大马女同军协会皇家赞助人的身份 出席了该协会主办的全国沙滩河流及公园塑料特工队清洁活动 元首后在活动中呼吁大家负起共同责任照顾环境 也赞扬类似的活动有助于宣导民众认识塑料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邓顾阿兹扎也祝贺新上任的协会总监杨淑钦 现场出席者还包括了雪州苏丹后端姑诺拉西京 首相夫人兼大马女同军协会会长南都市里旺阿兹扎等等